对历代开国皇帝多于流氓 有什么看法不同意 那你要说历代开国皇帝都是流氓的 所有开创一代制度的人 全是流氓 他都得打破旧的才能立新的 你像这个唐宗宋祖什么这些人 你怎么能说人家是流氓 人哪点是流氓 对吧 那你只能说这个江山逆取而顺手之 夺天下都是一样的手段 就看你最后做天下如何 你逆取 逆手之那才是流氓 我是这么认为